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鄉親啊 繼續是政團的消息 來看立法醫院在心雜 普發現金六千塊的特別條例 但是哪里相逢 也會是在忘記 國民黨想要來 把這個發紅的金額 扭官到一萬塊 而且不准政府就錢來發 民進黨是來回請說 發六千是 超收稅金 集五春 把這個稅称給民眾 如果要發一萬塊 就一定要再就錢 說國民黨 要發一萬塊 又不准就錢 就是情侯矛盾 不然這個條例 都希望可以在 二二百錢前來發現金 所謂發電報的部長 東方說 這個系統已經做好準備了 到時候 民眾要領錢 有三種方式 第一 十萬來寫你的消耗 直接把錢放在那裡口座 第二 到提款機來領現金 第三 提新婚禁 也就是憲保卡 到優局去而已 主要就是我們這裡的 發放還稅漁民 發放現金一萬元 提款包和紅包 雖然進出沒有負責 全面發一萬塊現金 不過民進黨團遂批評 國民黨這個做法 根本真歐小打托 現在發六千塊不舉債 是因為我們有今年的稅計剩餘可以先用 如果要發一萬塊 稅計剩餘就不夠 就必須舉債 國民黨要求發一萬塊 又不允許舉債 就是給民進黨穿小鞋 就是給人民穿小鞋 雖然國民黨團任務 上京明仔仔 地檔中調理 送去議會散透 中央也已經幾位三種方式 接觸費錢 提款機來領錢 含提新婚禁 放這件保卡去有救而已 希望立委內三位請地檔來發 不過調查國黨意見回不來 強行派這行 不是說國民黨的版本一萬就比較快 我們現在講的是天荒一談的事情 今天有四個版本 所有版本都長得不一樣 所以絕對不會有公司 這樣的時程最快 算起來都還四月了 在二月底的時候 把這些系統全部都測試完成 隨時可以發放 那當然實際發放的時程 要看預算的時程而定 調查大家不共受 好現金好紅 全萬變數 民眾什麼人的紅 可能大家等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